OK,所以剛剛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再加上那個if 然後if裡面因為有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是什麼?一個條件是 當這個產生的資料 如果是小於1 或者是產生的資料是大於L3 記得L3就是一定要把它鎖 因為它鎖前後的那個前的符號 如果沒有鎖的話 那向右向下就會產生錯誤 OK,其他的話大致上應該就沒問題 不過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它這個公式 產生的這個公式 你會發現1、2、3 有三個地方是一樣的 那像這種一樣的部分 如果用程式來寫的話 通常會把這個一樣的部分 把這個產生的結果值 會建一個所謂的變數 把這個資料放在變數裡面 這樣其實是可以簡化這個結果 簡化這個程式 不過你們可以想想看 看這麼長的公式 有沒有辦法再把它簡化 OK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所以看到結果的話 就會是像這樣 我們可以幾月 甚至上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它修改一下 它就會跟著變動 比如說我改成7月 改5月好了 5月1號應該是禮拜幾呢? 禮拜六吧? 沒錯 5月總共有幾天 31天 那之所以會變動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我們這邊的資料 就是來自於這個跟這個 因為它這個資料是 從這邊跟這邊取得 一個取得year 一個取得month 得到的結果 所以會一連串的反應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這邊的結果 把它改一下 改成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不是只有日 而是有年月日 或者是有這個 只有月日的話 那該怎麼做? 那其實也不太需要變動太多地方 主要呢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因為這個就是日 這個就是年 這個就是月 所以我是建議 當然如果你要月日的話 我還是建議 你可以先做一個標準的日期 然後再用格式化 留下月日就好了 會比較不會有問題 不然如果你是用串接的話 它變成文字 文字要判斷 相對會出問題 所以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把它恢復 所以這個 這個把它恢復的話 第一個 把那個 這個 這個部分 留下Column 到這裡 把判斷這個拿掉 小於1 這個delete 把它恢復好了 OK 就讓它恢復成 剛剛的 最原始的狀態 OK 就是 拿1 藍 然後列 然後就是 它的第一天的位置 OK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要把它格式化成年月日好了 OK 那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 首先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剪下來 然後如果要一個標準的日期的話 我剛剛講過 標準日期的話 請你用Date函數 然後把剛剛的資料放在Date 然後把剛剛的資料放在Date 那year的話呢 就是這個年 month的話呢 就是這個月 年、月、日 OK 那如果是 -5 它其實還蠻聰明的 它-5的話 就把它當-5天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把它向 這個寬度 拉寬 OK 有沒有 就是 5月1號的-5天 它就很聰明 就是4月25號 那另外的話 還要記得一件事 因為我們等下 向右向下 所以這個 CE 按F4 FE 按F4 這個如果沒按的話 等下向右向下會出問題 所以 向右 向下 那因為呢 這個欄寬不足 所以一般習慣是 把 A到G欄選起來 快點其中一條 這個藍線 這個藍線 點兩下 OK 它就自動幫我調整 那當然 如果 假設 像那個 剛剛嘉鴻有提到的 就是 如果要指 有月跟日的話 我是建議 你還是把它先格式化成 標準的年月日 然後再用格式的 按右鍵出成格式 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格式 轉成你要的這個月跟日 底下應該有月跟日 OK 那按確定 這樣的話就有月跟日 OK 然後 把這個範圍 因為太寬了 再把它選起來 點兩下 就留下我們要的 但是呢 會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 這個地方應該只要留下五月份的 五月份就好了 所以 如果只要留下五月份 其實會比剛剛的 這寬度好像 把它拉寬一點點 好 會比剛剛那個邏輯簡單一些些 所以 我把 剛剛這個練習題 做個變化 我是把它變成那個月跟日而已 我是建議先 用DATE函數 先把它 格式化成標準 標準的日期 然後呢 再去格式化 格式化的話 按右鍵出成格式 格式成這樣子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因為只要留下五月份的 四月跟六月不要 所以 其實我們這個地方 就不需要像 剛剛的邏輯 其實 剛剛邏輯是小於1 可是這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 它規則 這個邏輯不一樣 應該是不同月份的 所以如果說 我今天要把這邊呢 把不同月份的部分把它刪除的話 基本上 只要不是五月份的 那就是讓它不要出現 所以喔 如果邏輯上的話 第一個一樣 把這個公式再減下 然後怎麼樣 插入這個邏輯判斷 邏輯一幅 如果什麼呢 什麼條件 把取得資料的月份 所以月份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可以先打一個month 前刮斧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後刮斧 也就是說 把剛剛的資料貼過來 其實剛剛就是一個日期 然後呢 去看一下它的月部分呢 是不是跟這個上面 F1裡面的這個月份呢 是不是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不一樣就是小於大於 如果跟F1裡面的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話就是小於大於 那我們先一樣 在F1按F4 前後加上前的符號 因為待會一樣會向右向下 如果不一樣的話呢 那就顯示為空的 反之的話呢 那就把剛剛的公式再貼一遍 OK 就是這個 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五月份的 再顯示 不是五月份的 就不顯示 就類似像這樣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邏輯大體上就是 做出來之後按確定 那我們就向右 如果不是五月份的 應該就不出現 是五月份的 就留下來 底下六月份的 不是五月 所以放開 所以理論上 假如說以這一題 變成 裡面本來是放數字 把它改成放一個日期的話 感覺好像這個邏輯會比較簡單 本來是用偶爾會兩個 那現在的話 就是做一個曼斯 刮虎起來 如果不等於F1的話 那就是空 反之的話呢 就是在正確輸出 OK 所以這樣的結果 我們一樣 那當然最後的話 為了要讓這邊比較方便去 就是切換不同的月份 因為我們這邊剛剛是直接用打的 可是喔 如果你今天希望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可以讓它 就是 跑出下拉清單 那裡面就是1到12月份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再順便補充一下 如果我要在這邊加一個下拉清單的話 那我們可以在哪邊呢 在資料 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資料驗證 看一下這裡面 它有一個 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的話 我們把它點選 所以E優標先放在 如果你要把這邊 改成下拉清單 那我們可以 找到那個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OK 然後資料驗證裡面呢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它原來是任意值 把任意值 改成清單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問你說 那你的清單來源在哪裡 當然你可以選一個 範圍給它 裡面要是1到12 或者另外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就直接自己輸入 因為12月份 理論上是固定的 如果是固定的話呢 那你就是直接這樣打 只要怎麼樣 就是在資料跟資料中間 加痘點就可以了 把它隔開 那就是輸入什麼 1到12月份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 只要把資料輸入完畢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它就會把這邊 本來是一個儲存格的狀態 改成清單狀態 原來是任意值 改成清單 底下輸入1到12月份 按確定就可以 特別注意喔 資料 資料驗證 好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點選的話 它就會是1到12月份的狀態 比如說我要2021的1月份的話 它就1月份的這個月曆就出來了 202月份 3月份 每一個月份 就會自動跳出你要的結果 OK 那類似像這樣 當然一樣的方法啦 如果你這邊也要變清單的話 那一樣你可以資料 資料驗證 然後本來是任意值 改成清單 那你當然可以改啦 比如說你要2020 然後逗點2021 逗點2022 逗點2023 大概三個年 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的話就 2020的7月份 2021的7月份 這邊可以切換 從這邊去切換 那這邊就跟著動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講的兩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呢 把這個資料改成 就是 年月 就是日期 把數字改日期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邊加上下拉清單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請各位試試看